各位大家好 我是Warkis 歡迎來到全面戰爭三國 這次萬人空降 這場真是不得了 我們看一看 看不看得到 是一個大型的二打二對戰 這場有多少人呢 我現在就放一張圖上來 因為其實有這麼多兵 拌進來的時候都太久了 平時我開場的時候會用這個錄影畫面 但都用不到了 我就進了遊戲 我們現在進來 但我們用這個戰略地圖看一看 這次的場象有多大 我們首先看一看 我就是綠色這邊 守著我方右翼 我的隊友這裡有藍色 我們看到對面是紅色 雖然很可惜 我們全面這三個 對手這邊全部都是紅色 你就不能夠分辨到誰打誰 但是都OK 我們這次就看戰略為主 我們就開始之前介紹一下有些什麼 首先一開場 首先就介紹我這邊先 因為這隊兵是我自己帶出來的 所以就清楚一點 首先我們就看到 有馬超和他的姜族獵日 這個就很典型經典發生的 然後有周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其實周泰是一個很厲害的武將 它是僅次於女步 即單挑的話 再加上現在我們有1.5.2的更新了之後 變成周泰有很多兵帶不到 譬如說這隊 護衛士女 還有幾隊新1.5.1的兵 周泰是帶不到的 當然他們1.5.2就確定了這個問題 所以周泰作為這個 僅次於女步 我記得周泰是不是好像有被人說 做這個小女步之稱 你會看到它跟別人不同 首先周泰是1500元一隊 就可以叫到周泰 你看到他的技能 這些數值也不錯 而最重要是作為先鋒 他有51的士氣 是比馬超厲害 馬超只有35 你看看 雖然他們的衝鋒馬超高一點 你看到431 但是周泰338其實不低 但你看看他的破甲傷害101 第一領地74 如果一前鬥起來的時候 周泰是可以打贏馬超 周泰榮升為第二武將 你看看周泰 所以你看到這裡有護衛士女 護衛士女的作用就是 在這些騎兵戰打的時候 幫你減傷 好了 我們先不要管那邊 我們看到兩隊的姜族兵 顯然就是馬超帶過來的 今場我們用孔融 因為這場是一個大型的二打二 每邊可以有六個步曲 所以這些用北海之路 就比平時更加好用 因為你看看這麼大隊的軍隊的時候 對手的騎兵是很難直接衝過來的 所以這些二打二 或者是大型對戰 你找北海之路 或者一些勁少少的老兵 其實是可以抵得一條數的 我們再看看 我們看到有黃少 黃少就帶了聖無君 還有我帶了一排的黃天開路君 他這450元一隊 就有這個堅不可吹 你看看堅不可吹 那再加上呢 你有這個 什麼 加10%的近戰傷害和護甲 這個應該是一個buff來的 是不是 不是喔 不是buff 他只是自己才有的 好像是 不過是不要緊 但是這隊呢 他們就在前面 就作為這個熔盾了 好了 你看看有一隊的念咒班 用來加士氣 這個的宗教歌中技能 就是念咒班出來的 那我就想幫我的軍隊的中間 中佬這裡 就加少少的士氣 好了 那剩下呢 我們有這個黃虎松 黃虎松有些什麼呢 就是這個韋國軍 那我今場呢 就是韋國軍和羽林昌劇 那就沒有帶過這個 傅軍到位 那最後呢 就是張國 帶了他的天道士者 還有少少 這個虎修道士 就看到這個激勵盟友的技能 那我就變了 那這裡是一隊虎修道士 這隊虎修道士 就把我整隊軍隊的步兵拳 就加了這個士氣 那後面呢 這裡我們剛才都說了 那這個晚虎衛 就是周太大 這個就是我的軍隊 那你看看我的隊友 有司馬衛 八王之亂的先鋒 那他其實都不錯 你能看到呢 他這些數值都不錯 那特別就是八王之亂 他這個堅不可摧 那我們看看 他呢 八王之亂 大的是 楚國長槍兵 應該是不是 看清楚 應該是 那他大了 楚國長槍兵 這個重型持槍 步兵 四手的士氣 我記得看的話 他不是特別勁的長槍兵 但是作為這個先鋒 他可以兼白我出現 其實都算是這樣 好啦 我們看到有河伊 帶著白波騎士 白波騎士 特點在哪裡呢 他是火騎 大家看到 紅色 是不是火騎 但是他有盾牌 可以擋戰 你看到45%的遠程格擋率 特別是 全隻遊戲 唯一一隊火騎 是有遠程抗城的 他士氣都不錯 你看到他有將領 再加上 其實他基本值32 其他是10 其實他總共 最初是有42 的士氣 士氣在火騎裡面 算是不錯的 有黃虎松 黃虎松 你看到有 一二三四隊的虎賓都圍 無敵的近戰步兵 好啦 然後我們再看看 這裡 有呂布 和鄭薑 鄭薑的兵種 在這裡有幾隊的 道賊團 首先我們先 不要理這些 我們待會再講解這些 那最後 就是這個 張飛 張飛 就帶了 顯然就是這些 應周攻壁 好啦 我們看到 這裡有省鎮 應該是河爾 作為半軍師的姿態 帶出省鎮 我們看過來這裡 對手有 張國 大家看到嗎 其實大家選擇的 因為我們玩了這麼多 都大概知道哪些特別厲害 張國打了一二三隊 三隊的天道士者 和三隊的宣義先鋒 這裡有韓瑞 韓瑞就是這個玩家 特別喜歡這個 咦 為什麼會沒有了 這裡 升了級的姜族攻兵 八級 你看到六十的蛇速 四十六之戰 我們待會看看他可不可以做到輸出 黃虎松也是一樣 有古賓都會 還有韋國軍 曹操 曹操是將帥最強 所以我們看看曹操這次出現 是大擊兵 我覺得好像有點浪費了 因為 將帥雖然厲害 但其實是會打輸給鬥士 我們的排名 基本上就是先鋒最強 之後鬥士 鬥士之後就鐵位 然後才是這個 獎勢 所以 你帶曹操 但是是帶擊兵的話 不如帶個鬥士會好一點點 但是當然 曹操是可以帶到這些老兵 但是你看看 既然有雕蟬 雕蟬是這個軍師 你有老兵 還有車佬的時候 我覺得曹操似乎不太應該用 當然曹操有這個劍不可須 在這些大型的會戰裡面 你很容易進入了很多前鬥的場景 好了 我們這裡見到劉寵 一個非常之強的將衰 應該單挑會打輸給曹操 但是劉寵最重要的就是 他這些陳國衛平軍 陳國親軍 他任何這些兵種 都是非常非常OK的存在 這裡有周泰 你見到對手 這裡有呂波 你待會再講那邊 周泰 有小小的騎兵 關羽帶著這裡 顯然這裡就是關羽自己的步估 在左翼作為先鋒 哇 這個位置挺英俊 但特別 我們一會兒再講這個地圖 這裡就是有馬超 直接帶著他所有的姜族騎兵 在這裡作為遊擊部署側翼對抗 我們zoom回來這邊 有另外一個馬超 就在這裡 我們看看 這個遊擊部署顯然是向這邊進攻 但想不到我的隊友 在這裡擺了一排的兵 是非常近的 基本上一開場他們就會打 我們還有看到張飛 還有呂波 好了 講完之後我們來講講地圖 這個地圖的座標 我剛才開場應該放在面 另外現在都會放出來 這個地圖我自己覺得很過癮 它的原因就是 首先就是這個地圖有很多大石 令到本身這個全面戰爭地圖 很多時候是一個很空曠的場景 你製造這些巨石在這裡 是可以令到對手可以 靠著這些巨石邊去攻擊 甚至我都仔細看一看 這隊的關羽棍 它這樣進攻的時候 它是完全不用怕 任何側野進攻 是令到你的戰術有更多層次的變化 另外很漂亮 這個地圖中間有這些一棟建築物 兩棟建築物 感覺上好像守著這個軍營 這裡有另一座一塊石 雖然沒有這邊的夠那麼大 但是這裡也有一塊石 其實地圖是好像鏡像一樣 公平得來又有很多特別的場景 這些小山丘 其實你可以在兵 背在這些的位置 應該都是可以做到某程度的隱藏 只要你是熟悉的地圖 其實都可以做到很多的變化 好了 我們講完地圖 就講一講的佈陣 我這邊就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了 我來這裡 zoom出來 你看到我這裡 綠色 你看到很簡單 就是前面一排的長槍兵 有這個黃天開魯軍在前面 作為一個獄盾 有幾隻這些加士氣的步兵 在這裡就是步一步 後面這裡有些騎兵 作準備隊 你看到聖毛軍 在這個位置作為準備 薑族兵在整隊步隊的中間 就是準備好 哪一邊需要破盾 就可以派他出去 薑族獵人在右翼 準備去騷擾 我的重騎兵 可以看到我這裡最強的周太和馬超 就在這裡 加上兩隊羽林槍騎 這裡的騎兵陣非常強 用來這裡突破也好 用來支援也好 再加一隊護衛士女去減傷 這裡就是我的主要的騎兵 這邊 張國、黃腐鬆和這一堆的天道士 就是這個輔助的騎兵 用來對付任何人 在這裡正面衝過來的一些預備隊 當然你後面看到有一隊護衛士女 幫他們減傷 這個就是我的陣容 你看看我的隊友 左邊有重步兵 右邊有多騎兵 我想目的就是他看到我這邊 守住這邊的時候 他的主力放在這個位置 騎兵在這裡可以出來 可以四方八面走 再加上其實我這邊有這麼重的兵 他這裡也可以不用放那麼多兵 其實這個擺法也是非常OK的 但是這個遊擊部署有點危險 你看到我們的佈陣局大概在這個格子 大概 你看到我的兵基本上全部都在這個格子裡面 因為我是很怕有這些遊擊的軍隊 我自己覺得就是你與其賺一點優勢 但是你有機會被人去捉到你的兵的話 我自己覺得他很容易得不償失 所以我自己的習慣就不喜歡這樣 除非就是說可能我在山領放一些伏兵 人家應該是不會放的位置 那我才會用遊擊部署 那我自己 這個是我的偏好 那所以我的隊友有這樣的偏好 你看一看 就要把所有的 都不是所有的 很多的騎兵放在這個位置就出事了 就是我的對手剛剛 都放遊擊部署了 所以你看到 這邊已經是四方八面包圍著 你看到這個位置 大家都有個呂布 這裡已經打成平手了 但是馬超和張飛怎麼看都會打贏鄭姜 再加上這麼多的騎兵的時候 你這個位置實在太開了 你去看一看你的步兵全存在這裡 你的姜 你的益州公兵射程就去到這裡 即是你是完全蓋不到他 所以這個位置很危險 甚至這個張飛是更加不知道做什麼了 因為你一個張飛再加上白波騎士 應該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如果你是說放遠一點 當假設這裡有一些森林位 這樣 那你放在森林位都講得通 好了 那這個位置 我們講了多少 講了十幾分鐘 再講開場 那我們就不要等了 我們就開場了 開場開始的時候 你看到對手啊 這裡已經立即發現到 開始打了 那這個位置 我們換速一下 我會做些什麼呢 我會把三隊的槍兵 把一個三角形放棄他們 然後就撤退 因為你一開場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位置 其實是很危險的 首先就是人家一跑過來的時候 你這裡已經是會打輸 你有姜族獵人一定會被他放箭 再加上你看看 這裡六隊騎兵來勢兵去衝過來 是必死的 但是我們就看到 鄭鏡非常有勇氣 直接衝過去啊 看看 把飛算條毛 直接衝過去 鋁報在這裡直接跑過來 那這個位置 我們就看到 已經作為一個 完全是群體的戰鬥 好了 如果這一刻 真的要打的時候 你的槍兵 應該要在這裡 作一個保護 就護一護去後面 但是這個位置 我都明白到有機會你想兜也好 或者甚至其實已經太遲 你看看這個位置放得不太好 天道是寫作為這個輕騎兵 已經迅速地跑過你 其實真的擋不住了 但是剛才說 剛才如果是我 我絕對會徹頭 我會寧願犧牲三隊的步兵 救過我的騎兵 而最重要是救女步和鄭薑 但是這個位置 我們已經一觸即發胎打了 就不能夠再去甘別 但是既然你這邊打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是 你應該把所有的步兵 立即向這邊走 但是應該是很緊張的 你看看 你看一看 我們用常速看一看 喂好緊張 你怎麼走啊 所以我都明白到 是真的有一點守望 你用一顆重步兵立即開始移動 但是這個盾陣 這個盾陣 就應該要解除盾陣 沒有人射箭 既然都沒有任何的騎兵去危害你 你應該盡快跑過去 特別是益州攻兵要跑 好啦 既然我們都趕完 我們看一看右翼 因為我的右翼已經開打了 那一開場 我們記不記得剛才這裡 有些益州的 不是益州的 姜族獵人 一開場已經立即進攻 我覺得他攻得有點急 因為大部份部隊都不在 但是他其實都不是完全沒有支援 你看到所有的騎兵在這裡 已經沿著這條路 直接地爆過來作為支援 但只可惜就是 我們看一看這裡對著什麼 是周泰加馬昭打 馬昭和他的姜族的律奪者 看一看宇林昌 其實作為整隻遊戲最強的衝鋒騎兵的時候 這裡其實是不會輸很多的 所以看到對手的馬昭和姜族的騎兵 已經開始敗退 但是對手的支援已經來到 你看看這一刻 衝啊 這一刻 衝過來 我的姜族獵人在這裡救他 不及了 但是幸好御林昌 其實防禦力高 這裡作為一大輪的戰 在這裡周泰 首先損失了九隊兵 然後姜族地盟在這裡 補一補個缺口 你看到我盡大部份的騎兵 開始在這裡湧過來 最少就是希望這個地方去塞住缺口 這裡丟了一點點的襲泥 已經是刺死了樓重一部份的部隊 但是這裡將對手的馬昭擊敗的時候 但是不要忘記我的馬昭和周泰 並不是呂布 他沒有這個劍鋒出 所以這麼多的騎兵突襲裡面 開始有一點點崩潰 你看到我開始向這邊撤退 因為這個位置已經被人包圍了 但是這裡我的兵其實都開始很危盡 但是我們看一看 我們緩速了 我們不緩速就會錯過了很多 你見到一隊的黃天看龍軍 直接衝過來 先擋住了對手三隊的長槍戰士 我的這些 北海之路轉了方向 射對所有周泰 因為我知道周泰有多強 再加上周泰 因為他不是呂布 他無堅不可吹 只要我的北海之路在這裡掃射一大輪之後 如果周泰崩潰的話 我這裡就會穩定很多 好了 你看到我向這邊跑出了一點點之後 看到沒有路走 但我的僵族諜人在這裡救駕了之後 我就可以向這邊撤退 大量的天道使者在這裡 盡量衝過來幫忙 掩護兩位武將的撤退 這裡就是這個位置 我先弄一點點顏色 犧牲羽龍槍 其實是對付對手的周泰 這些戰完全是不理 羽龍槍是直接射過來的 但是必須這樣做 好了 你看一看這裡 對手的步兵開始向前走 但是 天...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 北海之路在這裡掃射走 人家的益州步兵 因為其實益州步兵站在這裡有點近 一開始已經進入射程範圍了 你看一看 這裡是我一些的 這個 北海之路的射程範圍 好了 中路這裡完全沒有進攻 所以我就把很多步兵掉在那邊 好 我這邊趕到七七八八 立即移動回來 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呂布和鄭姜 是大量的騎兵 去突襲的時候已經崩潰了 看到剛才的... 那些盜賊兵已經全部走了 影都不見了 你看不看 喂 影都不見了 連上面這個波波都不見了 連他的影都不見了 好了 那這個情況呢 那這個情況呢 傅斌都衛就解除了一個陣 你應該要解除了 就開始去救架 但是呢 太遠了 你看一看 鄭姜和呂布是必死無疑的 而對手的呂布 損失了三分一人 那這裡馬超也都敗退了 顯然就是衝了過來 跟別人的騎兵打 應該就是對手太多騎兵了 好了 司馬衛在這裡衝過來 就好像是想拿回個理賽 但是呢 對手 追孫二師妹已經追到的 但是天道士者也追不到的了 好了 那這裡一直打的時候呢 那我這裡有隊黃天開路軍 在這裡幫忙 那左邊這裡就暫時 就應該 這裡打 有一隊的白波騎兵衝過來 但是 這隊其實也有一點送死 你衝去張國和呂布那裡 而呂布 我有軍的呂布 就在這裡就亡了 你看到 四成五個人的了 那馬超和西梁騎兵就在這裡剪殺他了 好了 這裡是姜族電文 直接衝過來 衝到這個 這個 益州公兵 黃富松應該在這裡衝過來 但是 微衝應該是跟不上了 我們看看 司馬衛雖然追到對手 但是這個 衛國軍在這裡幫忙 即是河二 瞬間就開始崩潰 因為其實河二 他的士氣是比較低的 那這個 韓帥和黃富松 在後面衝過來 司馬衛真的要撤退 這個位置 暴兵有少少是放在一起 其實應該剪開少少 最少這裡有一隊是作為進攻隊 然後這裡有一隊的防守隊 是比較合理 對這裡我見到 對手有很多的 這是姜族共兵的聲殺級 四隊這樣放在那裡 我就派一隊的黃天開魯軍 盡量衝過去 令他們射不到箭 我們立即去看看我的右翼 因為我看到對手所有的騎兵 都衝過來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就知道 別人這裡的步兵是會中空的 我們看看 長槍戰士雖然實力是不錯 但是我作為有聖武軍 以及姜族兵的近戰步兵 近戰步兵其實 他廢的原因是因為被騎兵一衝就散 但是你看看這個位置 是沒有任何的騎兵上去看 所有的騎兵已經衝過來去會戰 我這邊有一隊猛虎 或者再加上虎修道士幫忙的時候 我這邊的騎兵戰其實是正在贏的 特別是你看到我剛才 我的馬超和周太退一退 再一次重頭戰線 馬超在這裡 雖然剛才在崩潰 但其實他死人不多 一重回戰線的時候 我這裡已經奪到一個絕對的優勢 再看到天道士在這裡 我其實已經贏了開始在這邊的推進 甚至你看到天道士已經兜到他 人家的雕蟬的後面 去追的這個益州攻兵 正面這邊我就可以憑著我了 黃天開路軍剛才一隊擋人的三隊長槍兵 他450元已經完全值了價錢 我們的聖無軍在這裡推爆他 就開始在步兵推進了 這隊聖無軍你看到 也都是毒死了別人的義勇擊兵 就開始這邊可以去推進了 這個位置推進了 這一場因為大型會戰 北海之路完全是沒有人碰到 所以他們射到如若無影之間 你這裡210多殺 170多殺 這裡115殺 中路這裡一隊的黃天開路軍 雖然是被傅賓都尉插著 但是他們堅不可吹 也肯定頂住 暫時拖延時間 這邊傅賓都尉 這個位置 這兩隊步兵衝過去幫忙 其實就救到誰呢 救馬 就是張飛和賀爾 但是你看到 這裡 嘩 你看我的隊友 這裡 看不看得到 這裡損失慘重 這些全部就是剛才的導賊兵 基本上就死了 但是對我的有軍 這裡所有的重步兵 已經推上去 在上面 唯獨如果是我 我會做得更加好的話 傅賓都尉就不需要衝這邊 走這邊去幫忙 會好一點點 現在你看到 幾隊的步兵全部衝了 特別是這兩隊 楚國長槍兵 應該是要走回這裡 去擋住對手 不要讓他增援 當然 我的隊友現在的 騎兵基本上死了 但是 因為你看到 這些步兵全部都是很強的 你看看 傅賓都尉 有什麼楚國長槍兵 如果他可以建立一個 小小的防禦方陣之類 去頂住的話 其實都好 好啦 我們這裡看完之後 你看到我開始在這邊的山林 開始進攻 因為 你看到所有 大部分的步兵 在這裡吸引受改變 特別是 我看到傅賓都會跑過去之後 我就知道 這個地方是一個中空位置 可以去向前走 好啦 我們的步兵開始向前推進 之後 將別人三隊的長槍兵 都打到崩潰地進攻 但是與此同時 我們這裡的騎兵 已經衝了過來 當對手這裡 沒有一個很結實的陣 的時候 我的騎兵衝鋒 就作到絕對的威脅 天道是者 黏了過來 去刁蟬 然後王虎松 走過來 咸濕 說刁蟬 衝了 哈哈哈哈 好啦 那刁蟬 應該是美女而已 不應該選他 對於你真的要選軍師 刁蟬太貴了 500元 是和刁蟬 就真的不值得用了 好啦 那我們看一看 曹操衝過來之後 但是沒有任何支援 雖然 他兼不可槍 但是這個簡直是 跟送蟬沒有分別 你看到我的步兵 不斷地向前推進 這個姜仲殿已經崩潰了 已經不再需要理他了 王少很英明地站在後面 完全沒有死 而孔蓉31人 你看到 都是沒有死 然後你就在軍師後面看 陳國親軍在這裡放了一個陣 但是最重要 其實是這個步兵陣 其實已經是崩潰了 如果是我的話 當我在這個位置 在關羽那一格 已經是散了的時候 你知道搜不到 反而應該要做的事 是向這邊進攻 當然你應該在這裡做個防線 因為始終有這個斜路 但是你這座小山的時候 守住這座山 將你的大部隊 向這邊 盡快去殲滅 這個敵軍 反而變得更加重要 好啦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如果這兩隊的 坐著長槍兵 是向著這邊 進化去擋住的話 就可以最少限度 擋一擋 這些富賓都尉衝 但是這裡 四隊兵 擁在一起 在同一個位置的時候 就被人家四方白面包圍 你看到這邊 這樣包過來 將會一次過圍殺它們 但是幸好是富賓都說應該頂到一陣子 但是劇本已經寫好了 他們是死硬的 好了 我們再看一看 我這邊可以正常步速在限 這裏我已經右翼這邊 是大勝了 貧著 這裏 晚虎衛加我武將的防 虎修道士加士氣 無敵的 都不是無敵 但是最少 排第二強和第三強的周太龍 晚超 我們將這裏佔領了 崩潰了 你看看 對戰晚超已經崩潰了 這三隊已經走了 好啦 步兵一直向前推進 你看到完全沒有給他時間 因為 其實我都留意到我的隊友 已經空過吉祥了 我盡快 最少我要佔領這座的山頭 佔領了這座山頭 整個戰線就會在這邊去打這邊 再加上我的 我的騎兵拳 應該相信還是可以的時候 我佔領了這個高地 才會更大的優勢 天道士者直接衝過來 去追這個姜祖店 你看看我看我的隊友 其實雖然他有做過少許的失誤 但是你看到他完全沒有放棄這場比賽 這個王虎松 看到我這個天道士者衝的時候 他即使犧牲自己 都要去殺這些姜族工兵 你看看 姜族工兵全部都是綠色箭 大把箭射 他犧牲了他的時候 殺了一隻 已經是幫了我很多 好了 這邊 也殺了一隊的姜族工兵之後 我的騎兵就向後撤退了 我的目的其實就是姜族工兵 這邊 天道士者 抓完之後 我就 決定放棄我的隊友 說王虎松 我就感謝他的付出 然後這裡就向後撤退了 我們已經殺了很多的工兵 就據我來說 已經足夠了 你看看這隊 隊友的白波騎士 沒有放棄 繼續幫我追擊這些遠程兵 是可以做到很大的幫助 那這裡 我的隊友雖然這裡 已經全部死光了 但是 他是 也都將對手 去消耗了很多的 你看看 對手的女兒 只剩下18人 384殺 然後司馬蕙在這裡 一直撤退 司馬蕙也有 一百零幾殺 一百零 一百零十殺 但是這場戰鬥其實已經落定了 基本上就是我這邊 右翼得道的勝利之後 在這裡推進過來 接下來我就會在這邊 建立這個防線 去準備打第二波的戰鬥 好了 這裡有一點薑族步兵 從崩潰之中回來 就射一下兩下戰 但我的北海之道見到他之後 立即掃多兩龍 這個薑族攻兵 應該就會崩潰 好了 我的聖無君 繼續去毒害這些衛國軍 因為 其實說真的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 衛國軍基本上 是整個遊戲裡面 最強的槍兵 總之七百零一個人 所以 在大型會戰裡面 但是聖無君 專用來對付這些 堅不可吹的重甲單位 是非常之有用的 好了 我們這裡看到 一直推進 但一直推進的時候 我都沒有去忘記 這個地圖 在這個情況 關鍵位置在哪裡 首先石邊這兩個地方 一定是關鍵位置 因為你一來是用著石去佔領更多的地方 然後這些建築物 也都作為一個防禦的據點 因為你騎兵無論如何都不可以穿過這裡 所以你看到我 在這邊石邊就是這個重點 這邊是另一個重點 在屏著這兩個重點位置 開始去推進 好 我這裡的天路使者 追擊少許的殘兵 你看到這隊衝過來 原因就是 你看看對手 其實應該沒有太多的兵 可以威脅到他 那這裡直接衝了下去 這個古兵都尉 雖然不會對他造成什麼傷害 但是 這是最激烈的姜族攻兵 特別是你看一看 其實對手最強的騎兵已經被我的隊友消耗了 雖然我的隊友是輸了 但是你見到他消耗了對手很多的兵 特別是他這裡吸引了別人的護兵之後 令到我的推進是更加順利 但是你見到我的戰線已經是承認了 你見到我這裡小戰的北海支 其實前面就是萬一被人衝破他們 犧牲都不會損失那麼大 而多戰其實是後面作為了一點點有深度的防守 如果的士對手是突破了一重的時候 我可以慢慢向後撤退 建立第二道的防線 用北海支路的射箭 但是打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你見到 我的兵是很多 就應該是不會再成任何問題了 張國在這裡跑回來 這裡剩下一點殘兵 已經不再需要他理會他了 我的北海支路站在這裡 挺完美的 你看看 我這邊有長槍兵擋著 這邊有長槍兵套著 這邊有夠石 又可以穿過夠石 射箭 這個位置真的很完美 那我的隊友 不是隊友 我的對手 其實他也知道自己已經輸了 這個時候也沒有玩什麼花樣 直接這樣 作為一個英雄式的衝風 看到所有的步兵衝過來 那我這裡 黃天衛 但不要有少許襲泥 這個襲泥 立即被人消耗了 太多的兵衝過來 那這裡所有武堅不可吹的武將 或者兵已經立即在這裡崩潰了 因為這些北海支路 射箭外 非常之傷 好了 呂告在這裡 也都被消耗乾淨 你看到 我們有一個姜族兵 其他那麼多兵 其實呂告已經頂不了 十分之是 其實他只剩好笑 所有的武將都崩潰了 然後 副兵都衛 也都宣告崩潰 你看到 這個戰線的 什麼 平衡吧 已經是 很清楚 我們這裡移動大 被你看到死症的多人 這場真的 一萬人打一萬人 是全面戰術三角裡面最多人數 那 值得一讚的東西 那這場比賽是我們1.5.2開始打的 我記得我以前 打這些多人二打二的大型會戰的時候 在replay或者打的時候 是會有少少禍的狀態 那但是 你見不見到這場我們打replay 是完全沒有禍的 就是說 肯定是改過少少曲來的 令到遊戲更加純長 在這些情況下 就不會去拿 那最後 死剩對手的小小兵 我們看看 呂布是否在這裡已經死了 死剩一個 應該都不是呂布的了 通常呂布在最後的第二第三個 就已經死了 那但是剩下這些 全部就是 應該就是 這個 衛國軍 你看到衛國軍 死剩下這麼少人 我們呢 就 加速他 就作為最後的完結了 我所有的兵 已經就 不再需要任何戰略了 一次過 一下子的攻擊指令 所有人 四方八面衝過來 就剿滅最後的人 剩下少少的衛國軍 那你看看 這裡我都有少少的衛國軍 這類衛國軍240人 一隻兵都沒有死過 他呢 很爽 沒有死過的人 就打勝仗了 但是你看到這場 哇 爽壞壞 真的打得很爽 這裡打工破了關羽 這邊有一大輪的 騎兵戰鬥 來遠這個地方 哇 這裡就是被人四方八面包圍 呂布在這裡 我方有軍的女僕這裡死 這邊 步兵最終的守住 好啦 基本上來這場 就這樣完結了 我們就看一看結束壞面 那很可惜 暫時都是 他們沒有更新到 可以提到其他 即是其他換駕 但我就看到 我這邊 那我這邊 你看到 每一隊的 嗯 北海之路都做得非常之好 全部都超過200殺 只有這個76 應該是站得比較厚一點 但是你看到 他們基本上都沒有怎麼死 你說這些大型回戰 做老兵 運職工兵 就真的非常爽 好啦 這裡呢 很多的 韋國軍 都沒有什麼 打過什麼大仗 甚至這裡 有一個一人都沒有殺過 好啦 再看一看 雨林槍 其實你看到殺那麼少人 因為他們一開場 右翼裡面的戰鬥 打得太激烈 再加上呢 你看到我大部分的殺 全部都是憑著我的步兵 或者騎兵 即是我一般的士兵 做的 你看到我的武將 都沒有畫到很誇張的數字 反觀看我的對手 即最少紅色這個 呂布474殺 不得了 然後你看到好幾個武將 殺得非常之好 甚至這個張飛239殺 你看到他其實叫很多的貴價兵 特別是你將他這個 叫做公兵的聲優 所以你看到張飛 完全是沒有補給的 我自己比較不傾向這件事 你看到基本上 帶得多少兵 是得多少兵 但當然 在這個大力會戰的時候 戰術是大過戰法的情況之下 只要你和你的隊友打得有默契 其實都做得到的 好大今次 萬人戰鬥 爽不爽知 1.5.2的更新 真是令到 我們之後可能可以玩多些這些 好 那今天的實戰就在這裡了 祝這麼多大佬 武運槍龍 再見